我一名牌大学毕业生 没有固定资产 没有固定单位 偏偏自命不凡 以为能够成绩大业 结果嫁给一男的委屈 我老吗 不老 你看了吗 这么多年 我的青春就这么白白浪费了 我问您出在哪儿了 你 看你的脸 清新拐欲的脸 提前进入西洋弘心 让人有意思嘛 没意思还能死一下 那就应该把日子往有意思上活呀 哈喽各位观众 欢迎收看娱乐有意思 我是屈瓜公主蒋小慈 上个礼拜六啊 7月10号 我们无预警的在空中 跟我们的这个 好久不见的好朋友 简小豪会面 那我们在这个小豪的节目啊 你的好朋友当中呢 我们其实聊到了一个话题 当了人妻之后 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吗 我们有发现呢 很多的这个 当了人妻之后 或是当了妈妈之后 你的生活完全不一样了 我们常常发现呢 人妻或者是妈妈 会为了要有一点点自己的时间 常常工作再累啊 也要等到老公或小孩睡觉了之后 有些人静静地看剧 或是看书 或是做自己想做的事 甚至呢 宁可牺牲掉睡眠时间都在所不惜 还有啊 有一些人其实还没有生小孩 却得照顾一个像小孩的老公 那么在亚洲社会 或是华人社会 常常会发现一个问题 一直被争论 照顾家庭 照顾孩子 照顾年迈的父母 都是女人的宿命或是责任吗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部剧呢 除了剧情 足以反映亚洲社会的现况 还有很多的台词 桥段 也足以表现出 现代社会一些需要改善的问题 甚至是从剧中呢 要提醒一些男性 或是女性的朋友 没有什么事情是理所当然的 这部剧叫做 北哲男员 这辈子 爱经历都会经历 三十岁了 你该过暗门的日子吗 我毕业都已经三年了 现在还在跑一跑 我有学都会 进入到婚姻状态的女人 很快就褪变成了一个名称 我没有名字吗 看到这句话 是不是让很多的已婚太太 很有感呢 在家老公 可能连名字都很少叫你 有的时候不是叫妈妈 或是叫老婆 或是更难听一点 连称位都不叫了 直接叫A 那么这部 北哲男员呢 是由大导演冯小刚所指导 这次冯小刚也是睽違 25年再次操到电视剧 而且这部是网路剧 那么冯小刚利用五个她 女生的她 三代人 两条故事线 来打破传统的套路 解读当代女性 当然因为冯小刚算是大陆电影圈的知名导演 所以这部剧当中的演员班底 几乎可以说是电影级的班底 更可以说是网路剧的天花板和阵容 首先四位女主角蓝盈盈 蓝盈盈靠着这个《甄嬛传》呢 幻璧的一个角色闯出了名号之后 在台湾是靠着和近东合演的精英律师打开了知名度 那么这次演出的角色呢 是一个中系毕业的毕业生 而且是一个小演员叫包许 为了完成自己的梦想 毕业三年之后 虽然没有大红大紫 但仍然努力不懈的跑龙套中 再来金晨 19岁的时候 因为参加张宁谋导演的北京奥运开幕表演之后 考上了北京舞蹈学校 认为是大陆版的肖亚轩 后来她演了无心法师等等的作品 以及和蓝莹莹靠着综艺乘风破浪的姐姐 才让大家惊觉到金晨 除了长得漂亮之外也很有才华 那么在北京南原里面 金晨饰演的是一个留学挪威 却因为感情不顺意外成为男友小三的海归留学生 五年前你就说你离婚了 你到现在都没离 要不是我一厢情愿的要嫁给你 你都不会跟你前妻发离婚协议书吧 只要你们还没离婚 我就是第三者 你老婆和你女儿就会认为你离婚分割财产 是因为国外有个小三要上位 我谢谢你啊 因为你 我活成了我自己最恨的那种人 接着隋元你看他的脸蛋是不是觉得很面熟呢 上一部作品是今年初上岛的《上阳妇》 那他在里面饰演张子怡身边的丫鬟玉秀 因为忠心护主后来成为豫章王的异媚 更演过冯小刚的战争电影《芳华》 这次他饰演的角色冯夕 是一个从老家跟着读博士的男友来到北京 想做自己的事业却因为大男人主义超重的男朋友阻挡 让他只能当一个苦手男友配合男友的小女孩 另外靠着我的前半生还有创业时代走红的《绰妮》 这次饰演的角色是思梦 完全呼应了许多本该有自己失业一片天的太太们的心境 虽然自己也是名牌大学毕业的 应该拥有很好的前途 但是结婚生子之后生活得要围着老公转 想要出去工作却被老公阻止 为了完成自己的写作爱好 只能趁着夜深人静 老公孩子都睡了的时候 才能静下心来好好做自己想做的事 那么这也成为很多的妇女的生活缩影写照 除了四位女主角之外刚刚说到的 这部电视剧里面的卡丝相当坚强 甚至是超越了一般电视剧该有的演员阵容 王莫丹友情出演成为第五位的女主角 另外男主角则有韩庚 更是惊人 国民阿姨宋丹丹也在里面出现了 之前跟制片人聊这事的时候 他们明确说 一山也难一二 让春蕾也难二 另外影帝黄渤也上来嘎上一脚 甚至到后面呢 还会发现很多实力有演技的优秀演员客串 依照现今剧主透露出来的演员名单 接下来剧迷还会在剧中看到朱一龙 还有余波 高楚光 布首尔 蒋依依等人 就连冯小刚自己也会在里面客串一脚 那么这部剧开播第一周 其实就引发了许多网路上的热门讨论焦点 北哲男园这个故事呢 描述的是五个女生共同创立了一家叫做北哲男园的餐厅 那么在开餐厅的过程 五个女生各自都遇到各自的感情问题 听起来像是都市女性成长的爽聚 但更讽刺的是它呈现出了几个现代社会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一家的经济支柱到底只限男性在外敞当 女人只有在家相扶教子就好了吗 大男人主义之下女性的价值该如何被体现出来呢 女性除了当母亲当人妻之外 还有哪些人生的角色可行性 另外还有啊小孩的教育是不是都是妈妈专属的责任呢 上一次介绍到的一部剧小舍得里面也有提到 在大陆或是在台湾 很多的家庭都觉得盯小孩的功课 学业成绩或是规矩都是妈妈的责任 先生的任务就是把公事管好员工管好就好了 所以剧中有一段对白特别的写实也特别好笑 甚至实际反应赤裸一针见血 这是妈妈们的控诉 这个家庭啊不需要你出去挣钱 你就踏踏踏踏把这全职太太当好 齐活儿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华人社会都觉得啦 家族里面父母的事业 父母的财产 理所当然都是父母过世前 或者是过世后 都是由儿子来继承 而这个观念呢 其实不管是台湾 或者是普通的家庭 豪门企业 甚至是在大陆 都频频发生 而且都会有这种真财产的问题 那这个问题呢其实很丢脸 但却很真实也很写实 很多人都认为啊 反正这个财产早给完给 反正都是我的 何不如现在就给我呢 甚至呢开始跟年迈的父母伸手要钱 以为说拿着父母的积蓄 帮他们养老就是尽孝 那么在这部戏中也可以看到 刘晓庆饰演的奶奶 是如何用现代的思维 去对抗自己一手拉拔长大的儿子 那上面讨论的问题呢 其实是我自己看完之后 也特别有感的问题 另外冯小刚呢 也和编剧一起用剧情来讽刺 现在很多大陆演艺圈的丑陋现况 很多大咖的演员 自以为自己是一线演员 就开始摆架子 认为说我演这个男配角 就是帮人家抬角 有不甘心自己演一个 比自己菜的演员的配角 但是一部戏当中 配角真的通通都是二线演员嘛 最邪淋淋的例子 还有呢就是影帝黄渤 他出来客串他戏中的那个黄渤 在剧中啊 黄渤要演一个大牌演员 因为赶时间 导演要跟他讲戏 他甚至呢 让助理直接打断导演 说啊不好意思我赶时间 上场之后呢 连自己要拍哪一场戏都搞不清楚 不预演不走戏 甚至连才词都不背 直接用数字代表 真的是非常离苦 95集第36场 说内容说情绪 黄老师说的就是咱俩久别重逢 然后提起过往非常的唏嘘 这么多年没见了 你一点都没变 一二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五两七 七六五四四二一四二一四二一四五零七三二一 所以你不要说了 好 题外话 据说当时冯导找上黄渤之后 请他来客串 跟黄渤说 这个角色特别的省事 所以黄渤就答应了 看完剧本之后呢 台词确实很省事 但是呢 却是难倒黄渤了 因为看画面情绪要一百 但听声音真的让人家笑翻 那么这场戏呢 果真是考验演技的时候 就连影后书籍 都在微博上发文 替好朋友黄渤打call 有时间说数字 不如把台词背好 所以呢黄渤在片尾的时候呢 也提醒很多演艺圈的演员们 有功夫就多背背台词吧 那么剧中的角色 到底有多真实啊 成为了剧名 看完剧之后的无限感慨 另外呢 也有不少京剧 是激起了大家的共鸣 例如说 我们不能拿青春来明满标架 或者是说 哎呀职员不听话你可以开除 但孩子不听话 我能开除吗 当然这部剧对冯角刚来说 他认为自己是用尽了全力 甚至是发文说 一点都不讲究 不凑合 真的很累 当然这支影片既然是剧评 我们也要来谈谈 这部剧的评价 虽然开播到现在 每天都有很多热门的讨论话题 但不免要说 这部剧评价其实有两极 有人认为 剧中的台词角色刻画相当的真实 当然也有人认为 这部剧是满满的女权主义 另外五位女主角的演员 人物设定呢 几乎都是中产阶级 没有穷人 所以有人觉得说 哎呀那虽然他事业家庭不顺 但是家庭环境多 感情不顺 但住在北京的大房子里面 随随便便炒股 就赚进了30万人民币 所以认为说剧情太悬浮了 不贴近生活 拍不出接地气的感觉 当然更有人认为说啊 这个现实生活中 根本没有王洛丹将 游珊珊将的角色存在 但也有好评哦 例如有观众觉得 这部是电影等级的王洛剧 不仅是画面构图 审美都很有水准 就连灯光还有摄影 都相当的到位 冯小刚呢 甚至是找来拍摄 十面埋伏 还有英雄的御用金马摄影 赵小丁来掌劲 那么演员的原因演技 也让人陶醉 另外呢这部剧也采取了 新代老的模式 虽然主演标榜是五位年轻女性 但其他的角色 也有自己的主线故事 透过一个一个的故事角色呢 串成整个剧情线 就好比说 加了很多佐料的汤 让汤看起来更有味道 那么从目前呢 这个更新的集数啊 可以看起来呢 虽然有些人说 这个故事走的剧情是比较慢 或者是说这个爆发力张力还不够 那或许呢这就是冯导 想要用自己的方式 比较peace的方式 来说故事 那接下来呢 剧情会怎么样来发展呢 会怎么样来走呢 请大家继续关注咯 娱乐有意思 我们就下个礼拜见了 拜拜